你說起上最新的天氣 報理材 繼續的時間 給我起上補宿和信心 補宿 你好 阿淳 你好 補宿 早上暗時有談論很大聲 還要我找一個 是不是發現什麼事情 結果接下來就開始漏大火了 最近這幾天 都是這種天氣的 補宿請問 好 其實我們明天的天氣 開始會越來越穩定 可能比髒的火鍋更大 所以我們來看尾塵的溫度 尾塵溫度 我們看到第十四號豐胎 葡萄桑 現在要用中國的長江口這附近 另外 早上在外面 外面海面有一個 今天早上發電出來的第十號豐胎 蘇利 另外 我們看到在福利賓當邊 跟南海這裡整大邊的地區 福利賓當邊這邊 也有一個熱帶新的系統 整大邊的地區範圍 未來還有豐胎 以及我們台灣的天氣是怎麼以外 為什麼明天開始天氣的越來越穩定 我們就來看這個疫情的氣力 我們先看豐胎的部分 十四號豐胎 葡萄桑 今天要買 明天影響中國的小兵和航酒 另外這第十五豐胎 蘇利是往外南的方向 在走 所以對外南的造成影響 台灣的部分 明天開始一直到後禮拜 我們的天氣非常不穩定 為什麼我呢 因為我們是受到 整大片的地區範圍 它比較強的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天氣更不穩定 路後又更明顯 其中我們禮拜到後禮拜 台南伊南這邊的豐胎更粗 後禮拜三開始 台平流高氣漫漫變得更強 天氣才會變成是中島後的天氣 後禮拜時 我們也差不多在關島附近 可能還有另外多地區發展的機會 當然 現在還很早的 我們等下禮拜二再看還有豐胎 我們來看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豐胎的部分 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豐胎 台南伊南跟鄉村這邊一樣 還有極佈的順庫 台東這邊也是一樣 北部山區還會噴南部 明天中島的時間是西北河 不過我們早上的時間 台南伊南這裡就開始在漏 中島後 新町伊南北部山區跟宜蘭 發連台東的山區這裡有西北河 未來五天的這個部分 我們早上一直跟大家好朋友提醒說 因為明天開始一直到後禮拜 中南部地區好清楚 天氣不穩定 主要是因為受到更強的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下禮拜我們整個西邊這裡 再起時可能就在漏派 中島後 國地的西北河也比較明顯 禮拜到後禮拜 江華伊南跟台東這裡也有極佈的順庫 中島後 國地也有西北河 所以我們說 拜日 禮拜到後禮拜這三天 算是我們中南部這邊 漏派的時間有比較長 後禮拜開始 漏派慢慢變得比較少 不過我們分林 宜蘭 台東才有極佈的順庫 中島後 國地是比較藍瘋的這個西北河 後禮拜三 同樣 漏派更少 中島後 苗苗伊北 以及宜蘭 發連台東噴湾河 所以我們今天天氣提倡的部分 像說明宜蘭開始 後禮拜天 天氣非常不穩定 主要是因為受到西南方的影響 所以禮拜到後禮拜這兩天 台南 伊南這邊的貨很大 花海比較多的地方 要注意 可能會比較激活 另外我們現在這個葡萄山 鳳台 今天跟明宜就影響到中國的小兵和洪洲 所以以上是我們今天跟你說起上 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祝福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